首先我们先来处理食材 把生骨的地给去掉 把这个鸡腿先拆骨 在骨头这一块 我们要把它给全部割断掉 割断了以后 沿着骨头划开它 大家看到了 这一边骨头已经去下来了 另外一边沿着骨头划开它 所以它们之间就有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这边就是骨关节 把它切开 切开以后 我们把大拇指扣进去 枇杷骨这边的骨头就能下来了 然后轻轻的 刮一边刮到刮不动的地方 就是软骨了 把软骨切开 看到啊 软骨切开 骨头就下来了 然后呢 这块去了骨头的鸡 我们要把旁边的那些油 都要去掉 那些油都要去掉 那个是影响味道 然后呢 我们要再 在肉上面划一个紧质格啊 但是不要划断 皮要保存完整 不要划断的 先撒一点点的 盐 均匀的撒上去 不要太多 然后呢 料酒 均匀涂抹好 然后呢 我们切洋葱丝 切到三分之二了 对吧 把洋葱翻下去 继续 然后呢 香菇 大家可以放香菇 也可以不放香菇啊 香菇切成香菇丝 两半蒜就可以 反过来 这样 切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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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洋葱的味道出来 放五十毫升 生抽 十毫升的老葱 放一勺蜂蜜 可能就不止十克了啊 所以呢 大概调一调 我们把油先收上去 腌好的鸡腿 面粉蘸匀 蘸均匀 明白了吧 蘸均匀它啊 面粉蘸均匀以后 来皮朝下 煎 煎到一定要脆 颜色深一点没关系的 你看现在这个颜色还没到位啊 要全部煎到这种褐色 好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吃到这个层子看好 反过来煎肉 皮要煎硬啊 你看 硬的 反过来煎肉 煎肉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放什么洋葱 好 我们现在把洋葱去煎 你看继续煎啊 洋葱继续煎 煎软 然后 放香酥 煎起来用大火 香酥放完以后 放大蒜 不要一开始就放 会焦的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料汁倒进去 料汁倒完了以后 放水 皮在上面啊 肉在下面 水就是放到皮这边 不要动了 不要超过皮 加盖子 开中火 开中火烧 六分钟 这个鸡肉差不多 还好辣啊 颜色很漂亮 颜色非常漂亮 那我们的七三块怎么办 看好了 把西兰花 轻轻的放在锅边 不要全部塞下去 我们要用蒸汽 让它成熟 开小火 来个三分钟 稍微了 我们来装一下 你们把洋葱放在下面 洋葱和香菇是非常下饭 是不是很诱人 我们把鸡腿放旁边 把鸡腿切一下啊 看到了 哇 我 明天下午3個小時 加上火 炒熟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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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的 好了 你看啊